保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举行历史新会晤之前 昨天晚上也到我国的著名景点去参观 金正恩昨晚9点左右在多辆警车和交警的护送之下离开瑞吉酒店 他第一站先到我国国际性的景点滨海花园 在那里他参观了世界上最大的玻璃温室花球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以及教育部长王以康随后都在社交媒体上载了他们同金正恩的自拍照片 这相信是金正恩首次同外国政要的自拍照 在这之后金正恩来到滨海湾金沙欣赏本地的夜景 金正恩也相当的亲切沿途和民众挥手打招呼 三个人过后在大批保镖的保护之下来到我国为庆祝独立50周年而建的惊喜桥上 朝鲜中央通讯社随后发文表示 金正恩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印象深刻 希望能够从中学习 报道还说金正恩也认为新加坡干净而且美丽 金正恩飞 共课